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至少一万六千名教士 我国电影院巨头GSC 两年前在售卖矿泉水和薯片中谋取暴力而被控 法官宣判罪名成立 罚款四万五千令吉 随着泰国的大麻政策放松 该国农业社区要把大麻当作饲料味鸡 声称能够提高鸡肉和鸡蛋的质量 国家园兽苏丹多拉出席马拉工业大学 第九十三届毕业典礼的时候提到 一个成功的国家先决条件取决于 人民是否诚实 守信和政治 陛下认为每一所高等教育学府 都必须为国家培育出拥有良好品行的公民 否则仍然无德行之不远 陛下补充 全球化和无国界的世界潮流 不只影响国家经济 还改变了整个社会文化 社会价值观也会随之产生变化 与此同时 在社会竞争强烈的时代下 陛下也呼吁毕业生要积极争取 自己的就业机会 以及不要忘记善良和诚实的美德 陛下将贪腐行为比喻成摧毁国家文明的癌细胞 劝戒毕业生要始终坚守诚实和诚信的原则 在本届毕业典礼上 苏丹阿布图拉也正式委任 学州苏丹后 为马拉公益 大学的新任副校长 被受敬重的教育家 今天凌晨两点零六分不敌并驳 在医院预试长辞享年主十三岁 首相德德斯里斯曼萨布表示 这是国家的一大损失 因为敦阿萨阿佑对国家教育做出巨大贡献 并向家属献上深切哀悼 伊斯曼萨布在社交媒体指出 敦阿萨阿佑是一名非常有远见的教育家 也赞扬后者在投身的领域都有非凡成就 其离去也意味国家失去了一位劳苦功高的人物 首相在贴文提到 敦阿萨阿佑身前所创办的马拉公益大学 如今已为国家培育许多专才和马来科技企业家 该大学甚至已经成功培育超过70万名毕业生 首相钦佩敦阿萨阿佑早前积极参与策划国家的发展议程 尤其是在国家独立之后成为前首相敦阿德拉萨 推动新经济政策管理的核心 首相表示 死者对国家所做出的贡献 值得大马一家效仿的榜样 近年来 我国频频传出华晓师资短缺的问题 华晓自去年争取到一次性招聘制度 共获得一万八千七百零二份申请 目前已经成功聘请超过一万六千名教师 其余的名额在经过教育部和多方的商讨及协调下 目前为止 六个教师短缺的科目已经有三个得以解决 而体育与健康 美术和音乐科则还没达到人数需求 因为教师需要具备相关的科目资格 此外 马罕顺针对外界对教育部实时还未发出拨款的议论 做出解释 自财政预算案宣布以来 教育部在三月一号开放拨款申请 截至三月三十一号 过后 该部将所有资料交由相关部门审核 并观察学校的情况和报价 而今年的华校拨款分配方面 全津贴和半津贴学校的拨款额拥有大幅度增加 目前 教育部资产管理组还处在审核各方面文件的阶段 预测6月30号完工 待文件完成审核 教育部预计7月1号发放拨款 6月1号到30号 就是又是一个月的时间 就是我们现在这个时候 BPA目前正在审核这些文件 这个一个月时间里面 那么7月1日开始 预计就是7月1日开始 那么就拨换这些款项下去 马罕顺表示 教育部从未发出学校 接受捐款必须获得教育局批准的指示 据了解 这只是一些政治人物 兼奉插针的操作 挑拨华社对教育部的情绪 他不遇政治人物 如果有证据 需要拿出黑字白纸证实 不要使用恶劣的政治操作手法 污蔑教育部 RTM成全会采访报告 环境及水库部长 德德斯里端·伊布拉姫 指出 上批地彩蓝 只是试点项目 虽然目前已经获得通过环境评估报告 但环境局 尤其是环境评估小组 依然会持续监督这个项目 确保一切符合条规 段·伊布拉姫解释 任何项目及工程 都需要遵守环境条例和规则 因为此举对于整个项目的采矿活动而言 至关重要 以免对环境产生负面影响 他也促进相关组织和民众 一旦发现环境污染课题 务必立即向环境局投报 他是在以保出席水地灌溉局 举办的第三十届县高级主管及工程师大会后 在记者会上受访有关近期备受关注的采篮课题时 这么指出 另外 针对国内都区最近发生闪电水灾 他说当局将会优先关注灾情较为严重的地区 设法防范水患 包括研究是否增建水渣等 他也透露水利灌溉局已经获得政府额外发放一百五十令吉的拨款 以加速治水计划 罗福州的官方周休日与私人界不同 引起民间抱怨 周部大臣 On Hafez表示 周政府有意重新检探这个措施 他探认 罗福州自民抱怨政府和私人界的周休日不同 尤其是父母和孩子 无法在同一天休息享受家庭日 On Hafez 向群罗福公务员致死的时候 谈及上述课题 并获得台下公务员如雷掌声的副意 周政府的官方周休日 为星期五和星期六 罗福州苏丹苏丹巴林 2013年宣布 从2014年1月1号起 罗福州的官方周休日 将恢复90年代时期的星期五和星期六 我国近期疯传 有关廉价总部非法搭建的问题 反谈委会主席 丹斯里埃森巴基表示 当局总部并没有接触有关地方政府 新建廉价组部涉嫌难权和摊布的头报 但不确定周反谈委会是否接到相关的头报 反谈委会已经有提醒地方政府在处理相关程序上秉持透明化 他坦言 知道有很多投诉廉价组屋非法搭建 之前也曾经展开调查 发现当中含有贪污元素 针对法国执法当局要求我国写出调查巴生股解运计划 涉嫌欺诈和贿赂的课题 阿森巴基表示 法国只是提出一项要求 反谈委会是与总检察署研究对方的要求 以及理清法律程序 对方指 由我国的公职人员涉及收取来自法国的贿赂 掌管国会及法律事务的首相署部长德多斯利万 俊南蒂日前宣布 政府已经同意废除强制死刑 让法官能够酌情决定替代刑法 预料法案可以在十月提成国会一睹 十二月提成上议院 如果国会通过预计明年一月可以落实 针对这项课题 我们现场也连线洪伟祥律师 让我们对此有更深入的了解 洪律师你好 你好 主播好 是的 根据OneGunai D昨天的说法 在废除强制死刑法提成到国会之前 政府将会进行公开咨询 收集民众的意见 那假如民意反对会再提成到内阁 再做进一步的讨论 那么对你来说 民众需要从哪些因素去考量 以及如何去看待这个废除强制死刑 的法案呢 其实我自己是支持废除死刑 不只是强制死刑 是整个死刑都废除的 如果 我为什么会支持 因为我本身是律师 然后我看过很多法庭的案件 其实大家不要以为冤枉 冤案是古代才会发生的事情 其实现在也很多冤案了 根据之前有一位 槟城研究院的高级研究员 林志翰博士 他在收集五年时间 从上述到上述厅跟联邦法院 总数289件的案件中 有高达27.7% 也就是接近30% 是被逆转的 逆转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之前的法庭有判错 就像审可庭的案件 他在推示庭是宣判无罪的 然后到高庭他被逆转 所以当上述成功 判决被逆转 就意味着法庭有出现判错的可能 而死刑的存在 是让这种冤案永远也没有被逆转 被修正的可能 这个是一个大家必须思量思考的问题 而且美国的研究更吓人 美国有一位哥伦比亚大学 很著名的大学法学院的教授 他叫James Liebman 他在2000年的时候 他发布他的研究 就发现他追踪从1973年 到1995年的死刑案件 他发现竟然有高达67%的案件 是误判 是错判 是关键证人没有出席 或者是不愿意出席 不愿意合作 导致这些人被判死刑 换句话说 每10宗案件就有7人是被冤枉的 大家思考一下 如果错判率这么高 很可能会出现错判的情况 想一下沈可廷的案件 对于那些被冤枉的人 是一个多么痛苦的境地 你就知道死刑是应该被废除的了 主播 好的 就以沈可廷的案例为例吧 在网络时代下 媒体和社会的舆论越来越高 我们也知道这一点 所以你认为在反对和赞成 废除强制死刑的声岸下 我们的司法体制能否做到完全独立呢 我国没有陪审团的制度 我们不像最近大家都看那个世纪审判 Johnny Depp的审判 然后Johnny Depp赢了 之后就有很多舆论说 是民众的感官 因为当时的法庭判案 是全世界都可以看到 所以陪审团受到民众的影响 但马来西亚没有陪审团制度 马来西亚的法官都是由法官直接来审判的 而法官是根据事实 根据法律 所以你说舆论要影响我国法庭的判决 其实是非常困难的 法官通常也不会去看这些舆论 因为我们是根据英国普通法 Common Law的制度 法官判案必须根据判例来判 根据判例来判 就是之前更高的法庭或同等的法庭 他所针对类似案件所做出的判决 所以你不可以随便乱判 本身就有一个限制在这里 然后第二 民众的舆论是不会影响到 这些专业法律素养非常高的法官的判决 主播 好的 那想问一下 有关这个废除强制死刑 在消息传出后 方间有声音 有些人担忧 这个东西会否导致犯罪率可能会提高 进而影响社会秩序 你怎么看这一点 是 是 其实很多 尤其是华社 绝大多数的华社都是反对废死的 他们认为废死了 就会加重罪案的发生 其实这是一个误区 不代表废除死刑 这些罪犯就可以逍遥法外 他们还是一样面对终身监禁 还是一样面对打鞭 还是一样面对坐牢 所以还是会惩罚他们的 而且死刑 大家要知道 本来就不是世界潮流 全世界现在有超过70%的国家 都已经废除死刑了 而且根据全球和平报告的数据 全世界前10名最安全的国家 有8个是没有死刑的 有2个是有死刑的 那就是新加坡和日本 他排名第8第9 但新加坡他的安全 他安全指数高 是因为死刑吗 不是 是因为法治 是因为教育 跟死刑根本没有完全关系 同样的全球和平报告的数据 全世界最危险的国家 犯罪率最高的国家 前8名 10个里面 8个是有死刑的国家 而且是前8名 所以死刑本身有震慑罪犯 让罪犯不敢去犯罪 这样子的想法 本身是说不通的 你从数据来看 是错误的 所以这是一个误区 这是一个妙误 所以我希望反对费死的 观众朋友们 可以思考一下 这些实实在在发生的事情 所以我支持费死的原因 就是这样 其实大多数的律师 包括律师工会 他们都是支持费死的 因为真的 我们看过太多的冤案 看过太多的这些被冤屈的人 甚至你去监狱里面 其实你可以听到很多 哭着跟你说 我是被冤枉的 我是因为警方 没有专业调查的受害者 所以大家应该要考虑这一点 永远要记得废除死刑 不代表这些罪犯就逍遥法外 就不需要面对法律的制裁 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 谢谢洪律师的分享和看法 也希望政府可以从多方面考量 这一个措施 可以有效为我国的法治社会 带来好处 下来有明早的天气预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目前PD中内只有遗报设有警犬中心 该中心内拥有四只警犬为警队俯复 以协助侦查案件 我国电影院巨头GSC两年前在书卖矿群水和薯片中谋取暴地 被控上马六甲埃及的法庭 经过传召多名控方和辩方证人出庭供词后 法官宣判GSC罪名成立罚款四万五千令吉 马六甲贸销局总监Norena表示 GSC电影券公司被控在马六甲英雄广场 通过贩售六百毫升的矿权水 以及七十五克包装薯片谋取暴力 抵触二零一年价格控制及反暴力法令 案件自二零二零年开审以来 共传召三名控方证人和四名辩方证人出庭供证 由于辩方无法对指控挑起任何合理怀疑 因此法庭裁决被告罪名成立 辩方律师以技术失误以及盈利仅小幅度调整为由 要求法官宣判 法官考虑到GSC电影院公司为初次犯错 判处罚款四万五千令吉 如果再犯则可以被判处罚款最高一百万令吉 沙巴山大根一名起重机驾驶员 今早在知情的时候 因为起重机失控反复 导致他的头部被加困机内惨被压死 这起事件是在今天清晨五点三十分 发生在山大根码头 事发时六十岁的塞哈萨 正在操纵起重机搬运机器 补调过程中起重机失控反复 导致塞哈萨的头部被加困 山大根销整局主任吉米拉共表示 当局在五点四十五分接破头报后 立即派员到场展开救援 但一切为十一万 一副人员到场正是塞哈萨已经死亡 当局在早上七点五十五分结束行动 并将死者的遗体交由警方展开进一步调查 早前有两名共城新加坡注册车牌轿车的男子 男人廖己经过关卡的时候 竟然在苏达阿布巴卡大厦 马辛迪尔通道外的大树下就地解决 这起事件后来引起警方关注 目前当局正在追查两名男子的下落 警方表示 有鉴于男子行为布亚 警方援引1955年微刑最新法令第十四条文调查 一旦罪名成立 可以被判处罚款不超过一百令吉 伊斯坎达布地理警局主任 然马阿里菲总监证实此案 他透露 做出不雅行为的两名男子是趁着中末时段 从新加坡开车入境大马 然马通过脸书贴文指出 事发时正是高峰时段引发关卡交通堵塞 而事发地点距离公测至少一公里入城 如果轿车司机下车步行到公测 可能会让交通堵塞更为严重 全国警察宿毒局总监大队阿尔康成亲 本身没有向ADC加赛发表有关警队和宿毒局高层 多人设计贩毒集团活动的言论 并指责相关报道具有恶意捏造成分 企图破坏警队的性欲和形象 阿尔康在文告中强烈否认 全国毒品罪案调查部的高级警官和其他警员 与贩毒集团有勾结 但一旦掌握任何警察与有关集团勾结的证据 警方将会立即采取严厉对付行动 他也提及 在警队各部门和其他执法机构的合作下 警方才可以成功打击犯罪活动 所取得的功劳都并非属于个人 同时他促请大众 不要被任何没有根据的言论部导 并停止散播不实消息 以免造成社会恐慌 事件的缘由 为ADC下散 早前在社交平台发布的一则报道 至阿约看 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感谢收看 我是戴靖航 晚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